這項單位已經發布了颱風警報 除了這個東部的海面上要注意之外 其實在西半邊這一邊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嘉義東石的柯農 已經趕著要搶手蚵仔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對於這些柯農來說 在清晨的時候 就已經出發去搶收了第一次 如果有餘力的話 有些柯農還會再來搶收第二次 因為他們擔心說 雖然這一次的颱風 主要影響到的是東半邊 但是還是擔心風浪很大的話 對於柯農會有所影響 因此除了可以採收 搶收回來的這些蚵仔之外 這些空的柯農 他們也把它拖進了港區裡面 兩兩綁在一起避免相互碰撞 就希望可以降低損失 而對於營業的餐廳來說 其實他們也擔心 如果颱風影響大的話 蚵仔的採收就會變少 到時候生意也會受到影響